说说你觉得一些被社交网络所曲解的词汇 时间开始 我开始吧 从我开始吧 我有很多 比如说老公 什么老公 这没有被曲解 周月是他们老公吗 我觉得是一个意思 他们就是想当 一个意思吗 那比如说抖音上那个就是 正又来批阅奏折了 正又来批阅 咱俩用的是一个软件吗 我就所言甚是 很多啊 这啥啊 没有人懂我 好吧 到你了 我要说一个 当场怀孕算不算 想就好 你说一下 我要说一个 我觉得就是 一直以来被曲解的 我觉得就是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我们说他是个好人 对 就是说 那我天天都在被人说 你是个好人 就是现在总有人说 说你是个好人 相当于婉转地拒绝了他 并且感觉像是 不是特别美观的词汇 但是如果有人忽然说 你是个好人 你也会心情不错吗 没有 我之前在剧组里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熬大夜嘛 然后就会给加餐 就是每天都是奶茶呀 打闸蟹呀 请家桶啊 然后我每一次 我就会跟他们讲 你是个好人 然后他们就会很生气地走开 就再也没有给我吃的 就比如说 别人都给一个全家童 给我个鸡腿啥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不是很喜欢说 你是个好人 就想一想 如果说你们看到我 我突然说你是个好人 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对 宝贝 就是反正就是 我感觉这个词就是被曲解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很美好的词汇 是吧 你是个好人 对呀 才是个好人 对呀 我是个好人 我觉得是个好人 也还行 也还行 你呢 我的话就是 就古代嘛 形容那种奇特的女子 非常的漂亮 然后假如说就是那种 喜欢就是那种 就是古代的那种大家闺秀 有那种比常人过人之处 然后表扬她的时候就会说 这真是一个奇葩女子啊 就古代的时候 这个奇葩 你俩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呀 我说的没错 虽然我书读的也不是很多吧 但是我没有曲解这两个 如果说你是奇葩的话 反正不管你生不生气 我是蛮生气的 就比如说 瑞瑞 吃了一颗什么 正在吃什么东西 然后吃着吃着 她就去了厕所 然后 然后她继续开始吃她的东西 在厕所里 哎 等一下 再好吧 再吃她的东西 再厕所 感觉好像睡觉 我只是在形容 假如说 然后这个事情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葩 是吧 然后现代人的理解 就是对奇葩 就是可能就是这种理解吧 我觉得 奇葩应该就是异类吧 走款来 对 现在就是说 感觉是一个夸奖人的词汇 对 感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你呢 是吗 我觉得比较那个什么 就比较严重的 就是呵呵吧 呵呵 对 我小的时候 其实跟别人聊天 呵呵 其实都蛮开心的 但是现在别人过 我发呵呵 我就总觉得 我发那个微笑的表情 我总觉得她在骂我 我又没有证据 我会发黑黑跟哈哈 对就很烦 嗯 还有什么 哈哈还没有 谢谢 我最近抖音一直刷评论会看到 就是什么 如果看这个抖音没意思的话 就会被发配到新疆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梗 什么会被 为什么要发配到新疆呢 新疆做错了什么 新疆葡萄干好吃 对啊 帮你去新疆摘葡萄 对 还有现在我想到山药 我就觉得嗯 好好吃哦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没见过 因为好多人跟我说 妈妈我要吃山药 吃大的 吃大块的 两块干嘛 两块的 就是一块 两块 够 但是我真的没有吃过 烤山药这个东西 对 烤山药 我一直以为是红薯 不是红薯吗 山药和红薯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吧 不是啊 一个是黄的 一个是白的 那个带的明明是红薯哎 看看那个 那你们那里蛮贫瘠的 哈哈哈 真的吗 如果说 如果说跟饭圈有关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词就是 我一直觉得就被伤害了很多 全程刺激 哈哈哈 哎你们很熟练哎 啊 真的是啊 你们如果现在对一个成员说这四个字的话 我相信那个成员一定会骂你 哈哈哈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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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然后还有四个字就是真情实感 我也不知道真情实感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哎 不是 他不是个 真情实感 因为现在现在这个词组后面总会接真情实感 总是会遭报应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遭什么报应了 哈哈 哎 怎么还有人就眼面哭了起来 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过年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个助你前程四季 然后我就会研究一下出处 啊 然后呢 不是不是那个出处 就是就是看是那个了不了解四八的人说的 如果四八的朋友住我前程四季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普通朋友住我前程四季那就还好吧 我觉得他真的是为了我好几种 所以这个词只是被我们曲解了而已 只是被被你们曲解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嗯 对 还有什么奇葩的词吗 天选 天选 骂谁天选呢 骂谁呢 选一选 为什么为什么骂呢 我一直以为是夸人啊 不是夸人吗 不知道我也没当过 其实我也不太懂啊 反正就感觉大家表情 完了我看到那些 就大家表情都很奇怪 就不是一个好词 嗯 还有什么谢谢 谢谢我觉得之前我就觉得谢谢是螃蟹 后来打出来那个谢谢就很香的那个 哦 嗯 现在变成感谢的东西了 但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如果你感谢我 就请我吃螃蟹 谢谢 太贵了感觉 谢谢 谢不起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吗 看来大家平时也不怎么上网 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专心练舞蹈 每天专心跳公演 你的心呢 你的心呢 我没有心 就是每天每天 大家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平常也不怎么上网 然后也不知道 也不是很了解那些饭圈文化 什么SDD 嗯不是NSDD啦 什么什么玩意儿啦 什么 YYQX啦 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什么 QQQQQ GGQX啦 你现在一天都在干嘛 妈妈妈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懂 对 我真的一点也不懂 所以说就是平常其实 嗯 大家多上网 大家都上网 只有我们不上网 少上网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 多看公演 谢谢 行了 看公演 然后 然后有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